今天是个好日子,全国老百姓喜迎重要会议召开 身为股市投资者,怎样理解这份会议的重要性 一大波写上这的利好,即将出现的前提下 A股市场下周又会何去何从 下面咱们就全面解读一下下周走势大局 且充分告知下周股市的优切点 再次提醒,股市自有风险与机遇 不能一味看多,不能一味看空 要懂得怎样分析才能普之于民,汇之于民 在这条道路上,我会变得更加客观起来 和大家一起走过这份酸甜苦辣 股市无完美,必说优缺点 那么下周又有何种优缺点呢 认真看完这视频都会给你答案 如果你觉得有用,记点赞加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八道股评 你现在看的是周末股市复盘的走势预判内容 首先,祝愿咱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而且呢,今天咱们携1.9亿股名啊 共同祝愿,这次会议圆满成功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每次这种会议的召开 对于A股市场来说有何影响 以及说投资者又怎样把握这种会议利好呢 咱马上分享 首先,放眼A股市场32年历史 其实这个会议就是写上字的利好聚集地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承载单问后期怎样繁荣昌盛的故事 所以就能看出啊 A股市场在这份会议之中会出现多种利好 但是呢,按照往常历史的角度来看啊 这种会议的开始乃至说结束区间 一大企业界啊 咱们的股市一般情况下 所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啊 首先,不会有特别大的矩阵 而是一个平稳运行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 是等会议召开完毕之后 咱们的利好会催促A股市场 形成一大波上拉空间 所以即便说在会议之中出现一些震荡局呀 甚至说小回彩小拉升啊 大家也不用看得那么重要 而且一大注意呀 现在咱们A股市场正处于3000点附近 正好召开了如此之大的会议 也代表说A股市场这个位置 可以这样说啊 是一个久违可见的 特别舒服的底部区域了 从这一点就能充分表达A股市场啊 中长期这个位置一定是一个底部区域 而且如果说你对中长期看法一致的话 这里能多份担待就多份担待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A股市场下周又有什么优缺点呢 又会怎样呈现给大家呢 咱马上分享啊 在分析之前提醒大家一句 没有点赞和加关注的 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给前来赞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时更新 早中晚评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咱们继续往下说 首先咱们看一下全球市场啊 在夜盘美股周五情况下啊 又一次形成了一个下跌 这种情况啊 势必对于A股周初来说 确实是存在一定的小角动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角动它所给予A股创造的是一个机遇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一定要注意啊 美联储这次加息 11月份大概率还是75个基点 这种事件性落地来说啊 无论美股怎么走 其实对于整个全球市场来说啊 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欧美啊 也好还是亚太啊 都开始了一个再次上移的空间 那么代表什么呀 这个事件性落地已经基本形成长 所以在这种位置下啊 确实美股一定会对所有股市形成一点联动 但是它不会改变一个中长期 马上要进入一个格局的过程 所以切记啊 A股市场下周初如果存在回踩的话 也属于常态 知道吗 八道五评再次想啊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去一味的看空和看多 而是正常的分析给大家 客观的给大家表述 A股市场现在到底是什么格局 首先一定要切记啊 A股市场正处于什么阶段 从我本周三所告知大家 2022年第四季度已经见底了 这个位置2934点非常重要 对于下周来说啊 一定要切记 首先咱们只要在3000点之上 安全的平稳震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是其 其二什么呀 对于下周 如果说因为这三连羊导致的成交量 所形成的放大 中间局周一啊周二啊 它放不出量来 只能导致这里形成一个小干扰性的震荡盘 自己看啊 所以这种震荡盘咱是不用怕的 只要是有震荡盘的话 切记 那些在周五我所告知的啊 什么超短派 获利派 减仓的 在周初所出现回踩的时候 可以在3050点到3030点区域形成再次的介入 乃至说增大仓位 为什么呀 因为再次想啊 会议期间会平稳一些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 一定要注意啊 A股市场所给予咱们的是什么呀 是一次机遇了 而且市场之中如果真实给予大家再次潜伏的机遇 希望你们能抓住知道吧 我再来听讲啊 对于个人感觉来说啊 现在2934点是不会跌破了 而且它属于2022年第四季度的一个底部区域 外加一个冰点地量变成了匀速放量就能看出啊 咱们的时代又来了 A股市场所迎来的是什么呀 是刚刚MCD日线级别形成金叉的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啊 暂且不说它的涨幅有多大 起码说这个位置应该还去碰触一下3300以上的空间 所以这是一个中长线格局要告诉你们的 但是说完了中长线所高兴的事情 咱们必须告知超短派现在所面临的一些优缺点啊 大家一边我讲 一边去评论区写一个666啊 全都去啊 这个评论区很重要 大家都帮忙 咱们去玩说啊 首先大家要注意啊 A股市场的走势涨跌属于轮换正常方向 所以如果说因为四连羊出现了周初的一个回踩 刚才我已经说了属于正常 而且现在这个格局来看啊 下周初比如说周一如果再去拉高的话 就容易形成一个阶段性的小回踩模式 为什么呀 因为下周初不一定还能放出向周五的成交量 知道吧 所以在没有量的情况下 刚刚形成金山情况下 确实有可能会存在一个洗盘的空间 何谓洗盘呢 就是说在拉升之后量跟不上的情况下 在一个二十升面线附近呢 所形成一个再次的下移 这种模式属于常态 知道吧 所以超短线你们不能一味的看多 而是说在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要懂得先去控制一点仓位 然后保住防踏空的仓位 等待一个回踩再去加仓 等待拉升之后不贪婪再去减仓 做这种波段差价快进快出 所以这种位置啊 一定要切记不是单纯的说 现在肯定是一个直接上拉的单边空间 它一定还会存在一些让大家匪夷所思的震荡盘 但是呢 好在哪里啊 好在咱们都知道啊 这份会议结束之后就会有一大波利好出台 所以如果说下周初真实存在一个回踩的话 切记啊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要懂得逢低逐级布局 知道吗 大家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也就是说中长线这个位置啊 我再次提醒啊 你不能够马上离场 为什么呀 因为才刚刚四连扬 而中长线现在的大趋势可能性就是什么呀 就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 知道吗 这个震荡向上无论有多么艰难 起码它是一个向上格局了 对不对 那么对于超短线呢 现在你依然要保持这个位置 以及这个位置的可能性发生 知道吗 然后呢 这里我要提醒一下中长线 在什么位置要稍微谨慎一点 是在闯关3150点区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啊 到了3150点到3170点区那个位置 可以稍微啊 你们也做一下仓位的什么呀 一个轮换制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位置 大家看图啊 是不是曾经我画的那个粉色方框啊 注意这里我给大家标注一下啊 这个位置其实是2022年的一个什么位置 你们知道吗 是一个零轴区 这个位置曾经是一个支撑的 但是它被跌下来了 就是一个压力了 所以如果说啊 一个大行情大格局 真的涨到了3150点区域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大家在这个位置稍微冷静一点 不要特别的什么呀 冲动就可以了 而超短派呢 也一定要切记啊 现在所告知的下周初 这个小回踩 大家不用特别担心 最担心的是什么呀 是3150到3107那个位置 大家稍微啊 要谨慎一点 我个人认为 你们可以控制下仓位 来等待这个位置 到底能不能登上去的过程 或者说有概率 会有一个回踩呀 再次拉升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啊 现在A股市场 我不会再去一味的看多了 而是给予大家充分的理解 以及参考性啊 那么截止目前为止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了啊 对于一个趋势来看啊 现在咱们面临的最大压力位在哪呀 在3150到370点区域 所以说这个位置在没有来临之前 中长线是可以进行安心的潜伏的 而超短线呢 在下周初如果说再有一个上拉的话 要小心会有一个小波段 你们如果有能力的话 可以做一下高破地西 但是仅防踏空 切记啊 这里不要最终结局啊 把仓位弄没了 然后踏空了 我再次想 即便下周初有回踩的话 那么也就是230点 或者说340点 达到3050点 甚至说3040点 30点附近呢 就会再次雄起了 所以你要明白那个过程 而对于整体来说啊 A股市场应该有一个过程是什么呀 是一个下半年的大主升浪阶段 所以咱们在近期来说 担心的唯一的点数就是什么呀 就是3150到3300 这个区域啊 需要放更大的成交量 自己看一看 是这里这种成交量啊 只要放出这种成交量 才能突破这个区域 一旦说突破了这个区域之后啊 那么A股市场后面就好走了 所以对于A股市场啊 咱们虽然说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底部了 但是起码后面的路 咱们还慢慢的走 不要着急 只能告诉你们啊 中长线肯定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过程了 不用担心了 这个过程虽然说是存在一些小波动的 但是它应该大概率 按照会议结束之后所形成的一些利好 然后再来一波反弹 那么本年度的第四季度啊 走势不应该太差 知道吧 目前我最后总结一下 首先会期间波动为主 震荡为主 不会有特别大的跌幅 这一点可以不用担心 所以如果周初出现一个回彩盘的话 是可以进行干什么呀 低息的逢低足迹 因为周五在拉伸之时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啊 可以进行减点仓 那么周初一旦出现回彩盘的话 要懂得逢低足迹布局 懂吧 那么后面的市场 金融结局在31500到3300 那个位置是一个坚强 且必须放量的时刻 那个时刻呢 我认为啊 随着会议结束之后所形成的利好呢 这份冲劲还是有可能咱们拿下的 所以咱们一步一步来 别着急咱们按照股市的优缺点 去客观分析A股市场 现在哪里是压力 哪里是风险 哪里有一些小区域的超短派机会 哪里是中长线 该去谨慎 乃至说机遇的时刻 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A股市场现在这个位置 起码不会像从前3700跌到2863 乃至说从前3400跌到现在的29几点附近 这种模式已经度过了 第四季度终于见底了 那么对于咱们来说 应该做的什么呀 是起码给A股市场一点时间 慢慢放量呈现向上的过程 霸道股评 感谢大家对我近期的主观分析 确确实实 我的主观就是无限看多 但是这一点我会慢慢改善 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走势之中 能够懂得何为股市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注意先别走 千万别忘长按点赞和加关注啊 这两天都至关重要 大家都帮忙 而且我的视频是每天两段时时更新 早中晚评提前预判 你得加关注之后追着看啊 好了 就主要看新的视频吧 下段视频再见 下集fire 下集 flew�